心随意转 触景深情 对我来说 每一次的旅行 最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 和看风景的心情 背着背包的路上 曾经找不到方向 也曾遇见真实的自己 所有磕在骨头上的感动 和落在心头上的回忆 都将成为我再出发的动力 才下鸡就有震撼 从机场出来 经过了一些管制哨 这边确实各方面都会比较严苛一点 船游达尔湖 水上市场感受在地生活 水上泽果 很像那个威尼斯水都 街边美食接地气 我在斯里那家 发现不一样的印度 我觉得这区非常特别 烟雾弥漫 一整区全部都是烤肉区 这里还不是专门为了游客 这是为了当地人 走到这条老街道上颇有那种走在中亚 或者是伊朗波斯的这些街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非常浓厚伊斯兰的风景 但这里究竟是哪里呢 其实过去造访印度 曾经造访过北印度 也造访过南印度 这回来到印度 其实我们就是想说 要来造访这一个 非常非常不一样氛围的地区 是哪里呢 就是科什米尔 查摩与科什米尔邦 位在印度的北边 比被称为北印的德里更北方 因此又被称为北北印 为加速认识科什米尔 我们选择从首都斯里那家走起 在还没进到老城区前 刚下机的我们 就有了很不一样的感受 现在是在市区里 然后刚刚其实从机场出来 那经过了一些管制哨 然后这边确实 这是因为这个溢厨的地方 颇为重要 所以它检查各方面的 可能会比较严格一点 那现在进到市区 一所感受到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看到的就是这些 哇 市井百姓们 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样貌 街道这样看起来 颇为类似过去 曾经造访过的城市 包括刚刚有伙伴说 这有点像是开罗的市区 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四一兰卡的感觉 但我们之前 我曾经造访过两次的这个印度 所以对于它旁边的这些商店 卖的东西 颇为熟悉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 因为这个地方海拔它很高 据说这里有很好吃的苹果 是它的特产 那待会有机会或许我们可以买来尝尝看 不错 还有核桃 我们现在来到克什米尔首谷呢 就斯里纳家 那也确实 这里有非常浓厚的伊子南氛围 包括在我一旁呢 是加玛清真寺 它算是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 或许观众朋友会很纳闷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伊斯兰教 而且是这个区块 95%以上都信仰伊斯兰 其实过去呢 这里它也是藏传佛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最主要在当时 克什米尔国王在位的时候 伊朗呢 它的波斯帝国 它就派了一些学者来这边传教 竟然说服了国王改姓伊斯兰教 因此呢将当时很多的佛寺 都盖成了清真寺 现在呢 我们要从哪边开始逛起呢 没关系 我还是约了在地的朋友 跟我一块 在这边看一看 那待会呢 当然我们先去找他 或许我们会到这个 加玛清真寺里面去 就从这个老城区开始 走 加玛清真寺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使用了333根雪松 为主架构良处 外观因徐带背景的差异 融入了佛教耸立天际的尖塔风格 也带入了波斯帝国庭院设计 呈现出文化融合的风貌 成为斯里那家最具代表性的清真寺之一 现在要搭船了 这地方是达尔湖 然后我们其实今天住的环境 非常的特别 它算是当地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住宿文化 简单来说 这是水上船屋 那当然我们要过去对面的这个船屋呢 我们就是要搭船了 我们现在就要上船了 好不好 OK 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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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船非常的舒适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或坐 然后或躺 窄窄的 不大 然后上面还有可以遮蔽阳光 或者遮雨的 后面看那个大沙发 这我们应该直接这样躺着 舒服 这很像水上泽国有没有 很像那个威尼斯水都 只要旁边当然是一般建筑 但这边全部都是船屋 啊那好可爱 旁边还有一个平台 然后可以在那喝喝下午茶喝喝咖啡 哇 汇车 它们技术超好的 就像很近距离一张默默滑过 我在想要是我的话就默默的开到 嗨 路边 那个是什么店啊 离把店 哦那个离把店 啊 那有一些小小小小的店 真的很像我们在逛街那种感觉 只是说我们平常走的是路上交通 啊这边是水上交通 很有趣 然后前面还有卖一些衣服 披荆 我真的是开眼界耶 这里商店丰富性真的是超红米的想像 一开始想说啊 这边可能很观光 好那可能就是一些杂货店 没想到他真的什么都卖 就很像是城市的一区 小鸭鸭在打架 一般来说其实早期如同你所说的就是当初英国人来到这边 他会选择夏天的时候因为受不了新德里那边空热的天气 所以他选择海拔较高的这边 当地人那个时候就一开始住船户了吗 当地人早就有 可是他们没有那个概念 后来受到英国的影响 早期的话 那个蒙古王朝那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用贵族们 他们的那个总督夫 然后大臣们 然后受到英国的影响 所以他们慢慢把 modern history他们改成这样 所以早期他就像是下渡 就是一个避暑胜利 避暑胜利 而且很好玩 就是不仅他一旁有商店 重点是游行在这个湖上的时候 他有一些小贩他也会划着船 来这边想是不是要做生意 很可爱 那以前其实一开始 最早一开始 比较早期他们的船屋 就已经到处都有了 还是会分布在固定的某一个区域 早期是那个没有固定的 没有固定 后来的就是把政府管那个固定 现在不能重新 你没办法改那个船屋 你必须要那个随可证 才能可以改的 对 所以你像有些材料的话 他都没有重新 我觉得这个湖最美的部分是在于 它是旁边就是有这个高山 就是喜马拉雅山 喜马拉雅山 晚上这边日月温差大吗 这边晚上大概几度 十几度 晚上到现在的话 十三十二度 十三十二度 它真的是温差很大 哇 所以我们已经到了对不对 对对对 就在这边上去是不是 太好现在我们要靠岸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那个 入住的船屋 应该就是这某一间 好 OK 那我们上去 哇 我们来看看这一面 其实每次呢 要入住饭店之前 内心都非常雀跃不已 因为就是对你住的环境 会有所期待 那尤其呢 这个晚上我是非常期待 我们住的是船屋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上了这个船屋这里了 然后我们先走进去 虽然说是船屋 但其实它做得非常稳固 它是完全不晃的 好 这是招宜厅吧 对啊 晚上我们可以来这里 喝个茶 聊聊天 看书啊 所以这全部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 对啊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 我们用餐在这边 用餐在这里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住在船屋上 我们的生活 所需就是它有设计各式各样的空间 好 太棒了 房间在后面是不是 房间在后面 好 走 所以这里面大概会住几户啊 几户人家 几户人家 八个 因为有四间房子 所以八到十个人 好 第一个 好 第一个 哇 好 好 非常好 这是今天我跟于哥两个睡的房间 其实它跟饭厅很像 但很不一样就是 因为它是船屋 所以它旁边的那个用材 建材全部都是木头的 空间 团场 然后它也算挑高 所以进到这里面 你不会觉得自己住在船里头 从外面看起来很像 但是你走进来 你会觉得跟其他一些小木屋 好 我觉得反倒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闻起来的味道呢 就是这种木枝雕的味道 好 闻起来很舒服 这边有一个更衣室 好 那厕所应该是在这边 那它这里很可爱 它有一个可以泡澡的浴缸 空间还蛮大的 应有尽有 今天晚上一定会睡得很开心 哇 这个木头的味道真的是很香 你喜欢这个木头的味道 就像核桃 核桃木 核桃木的味道 哇 外面的桌子啊 这些都是那个手工的 没有那种那个机器 然后把他们的所有的事情 你看 这些都是 我看到那些 金牙树的那个叶子的样子 都是那个当地的 所以其实包括它的这些图案 对啊 它都是当地的一些元素在里头 然后下面你们看到 都是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些 对 很喜欢这里 因为重点就是它很有特色 没错 来之前我们再来做一下功课 其实我们知道说 来到这个 它是一个很不像印度的地方 对啊 这是巧过你们想象的一般印度 是是是是 其实我蛮兴奋的 因为这算是我们来到印度正式的一餐 而且用餐环境肯定我很爱 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船屋 哦 对 吃的东西啊就是在地有什么 就吃什么 人家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对啊 那基本上我们是在湖上 所以这餐肯定跟这个湖是有关系 没没错没错 你们其中一个菜就是湖的那个 这是鱼 这是鱼 所以你们选择是用炸的来 炸的来 然后泡一些香料 上面是印度的 香料 香料 跟印度全英的香料有一点差别 哦 这里是他们用的那些香料是比较清淡的 一般的香料比较浓浓 是是是 我们先吃吃看您刚刚说的这个鱼 对对 这是当地鱼 现在我们做的那个大鱼 另外一个叫那个 Buller 对 算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鱼 当然我们知道这边很多住家 那所以这里也会有鱼货 这个大鱼也是会有 也会有 能看到有些人钓鱼 我很好奇 我先问问看 它这个湖的湖水从哪里来的 就是那个西马利亚山脉 那个源头 然后我们看那个床路的这个方向 就看到那个山脉都有 这个山脉有那个冰泉 冰泉流下来的 所以水质都很好 对啊 其实这鱼的肉质很扎实 而且它还是有一种鲜味 它也不会说像那种淡水 它有一种土味 它是完全没有 所以表示说它这边的湖是非常干净 而且海拔糕 海拔糕 对啊 这是这里的鸡肉咖喱 其实来到克什米尔 尤其在这一带 我们知道说这边很多信封是伊斯兰 伊斯兰 所以他们的肉 除了鸡跟鱼之外 是不是还有羊 这里的比较多是他们靠那个羊肉 而且他们最拿手的都是羊肉的 好 比如说他们有行婚礼或什么 对 当时候大一套餐都做那个羊肉 而且种类更多 哦 有香料当地生产的那些 像那个蒋红花 啊 还有一种莉莫 Different spices 就是自己的 有比较接近比较那个中芽 所以其实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刚刚张珍跟我们聊了一下 克什米尔这个区 它确实 因为它接收了多远的一些文化 所以相对来说 这些丰富的文化 会反映在它的饮食上面 饮食上面 是所以我很期待 接下来的每一餐 相信都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见识 好 我们就先吃了 好 加班 好 来 克什米尔的第一餐 有蔬菜 有鱼 有鸡肉 带有四层相似的印度咖喱风味 却又有点陌生 这第一餐令我印象深刻 填饱了肚子 是时候换脑袋 填装知识了 哇 我们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查理马尔巴克 所以在后面就是皇宫当初的那个行馆 行馆 没错 是是是 因为国王他夏天都在这里 他的度假胜利是六世纪 对 他们特别爱改那个花园 对 不管这个克什米尔 新德里 整个印度 对 每个地方他们的宫殿都有改四方形的花园 是 布斯的样子 对 因为他们受到布斯跟土耳其影响 所以这里的特色 重点是这里 你看到那棵树吗 有 吉纳树 吉纳树跟克什米尔就是密不可分 他们的所有的历史 他们的那个建筑棚稿 手工的那些工业 衣服 布斯上都有它的影响 早期伊斯兰教 是二十七十三者就进入在克什米尔一块区 当时有一个其中一个神人 他是他们的那个祖师 Britcher 他是从伊兰跟布斯那边过来的 是 他把吉纳树带过来克什米尔 哇 我听说最老的吉纳树是六百三十年 不是在这里 这边在三百多年 所以其实说到吉纳树 他们就是算是一个伊斯兰的象征 所以当时他们从中亚把这个树也种过来 最主要也是希望说像伊斯兰教 他在这个当地也可以根深蒂固 对 对 其实刚刚您说到一个重点 其实他这里的一个格局 它基本上就是波斯花园的这种设计 没错 就一样就是从伊甸园的故事 然后延续下来 那再加上这里的格局 包括就是水池 它的重点元素就是一定有水池 海洋有喷泉 所以他有一句话说 如果这个地球有天堂的话 就是克什米尔 他那么爱这个克什米尔 这跟当初伊朗古波斯他们在说的 他们的花园就是对天堂的想象 对 所以其实那个概念跟精神 其实都有延续下来 他们说的Garden of Heaven 对 都有那些些女宽尼尼 他们的那个伊斯兰教的 克兰金的那个概念 本身我觉得芹那树很漂亮 它很像加拿大的风树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入秋而已 过一阵子它陆陆续续 全部都变金色了 全部都会变金色的 这个十月底就开始 就下个月了 我们再来了 那我们继续往里头走 好 我们去看看那边的那个宫殿的样子 宫殿 我们终于走到了 为什么是终于两个字呢 代表说其实它整个花园 它的格局非常的大 非常的壮观 那尤其我们来看看这里 全部都是直线 一直线 一直到我们刚刚进来的那个门口 对 不过走到这边我也有疑问 因为当时国王来到这边 要造这个花园的时候 其实他信封也是伊斯兰 但是你看他的建筑 融合了很多像佛教 印度教的元素在里面 对 没错 因为国王当时 几乎整个印度 是比较多是印度教的人 对 其中有一些国王 他的一些皇后 他们也是印度教的 对 所以其中一个国王 他算是比较包容的 他没有那个宗教启示的概念 各地文化的外景 不管是印度教或者是佛教 对 宗教和谐的概念 对 他们的建筑方法也是代表那种 像你看那些竹子角落 那个样子 它是那个大象的样子 大象的鼻子一样 是 只是代表印度大象 印度教 对 所以其实确实蛮有趣的 因为它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包容 它的融合 所以造就其实这里的所有的建筑 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对 就只有在克什米尔这一带 我们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建筑 对 没错 我觉得欣赏这个建筑 这个角度最好 没错 对 可以看得很完整 后面你们看那个门 他们两个就刚出来 对不对 很特别的 你看这里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 没错 国王的皇后 我都家都来这里 穿上他们的Honeymoon Suite 是 然后后面就是西马拉雅 整个都是西马拉雅 所以这个叫喜乐花园 对啊 因为其实刚刚沿途走过来 可以很感受得到这种欢愉的气氛 有一定小朋友玩水 对啊 对啊 他叫西马拉雅 西马拉雅 就是那个克什米当地云 是 意思就是那个娱乐的 是 娱乐开心那个 跨远 这是国王当时候还没有这边住宿 会来这里享受那个气氛 所以当时并不是就是供国王来住宿的 只是纯粹娱乐 对 来这边散散步走走路 我们沿途是叫十吉而上 也就是说我们是爬阶梯起来的 没错 你会发现它是一层一层的 感觉上就是有一点瀑布的感觉 沿途旁边会感觉比较清凉一点 对啊 没错 没错 早期一样是提供给这些贵族 对啊 没错 只是现在你会发现来到这边 大家都是下了班 下了班 轻轻松松 对 带草朋友来去玩 是 变成他们的那个 哇 这感觉真的很棒 而且很热闹 你要看旁边有什么人 对啊 这边有那个习惯吧 他们把零食都包好了 然后摆在那个草地上 对 然后吃个饭泡水 所以这里的水源是取自于山泉水 山泉水 对啊 就是从背后这个山上 对啊 就是山泉水 都是那个圈水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沿途还有很多标示 所以这个水是可以引用的 可以的 对 就是山泉水 对啊 山泉水 好吧 那我们去喝山泉水好了 好 怎么样 要不要去喝一下 好 走 好 水在前面 对啊 在那里 所以他每一段距离 他就会提供这样的水 这个花园里面呢 或这一些所有的经典里面 都会提供 好 这就是山泉水 对啊 山泉水 而且感觉上 他好像还有过滤过 对啊 因为有时候下雨的时候 都什么的一起都弄好 对吧 让那个过滤比较好 是 好 那我们来尝尝看 按压就可以 我可以按 冰的耶 谢谢 清凉无比 有 有 有甜耶 重点是冰的 所以喝起来很舒服 对 我们沿途大哥也有提醒我们 他说一般来说就是 基本上印度有很多泉水 或者很多水 水用头打开 不要直接生理 因为像我们这种 从国外来的 可能肠胃比较没有办法 像当地人这么强壮 没办法适应他的水 不过呢 这还有经过过滤期 重点是他从喜马拉雅山山脉 下面下来的山泉水 所以绝对干净 可以多喝几口 喜乐花园备有喜马拉雅山脉 正面恰好是达尔湖 喝完全水迎接我们的是 映照在湖上的夕阳 我们稍作停留欣赏湖上风光后 趁着余光搭上西卡拉船 回到船屋 等明日一早参与达尔湖特别的活动 这叫水上人家的商店 我们早上来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 两边都是一些商店 然后卖的东西 各式各样东西都有 那当然这是一个杂货店 那这是一个小商店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果干 当然也卖了一些饮料 卖了一些饼干 很方便 这家算是你们的7-11一样 对 对 便利超商 然后我们现在要进船屋饭店 所以进去之前 当然要去做一个补卧的动作 但是 但是很贴心 他帮我们准备好了一切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进去 就有得吃 有得喝 好 我们要离开了 这 我觉得这是一个另类逛街的方式 搭船 滑的时候 是左右 左右 一点点而已 坐起来很舒服 还是坐这个就有点想要睡觉 好 早上五点多我们就出发了 现在一样是 搭上我们这边唯一可以使用的交流工具 为什么要挑在这么早的时间 你会发觉这个天都还没有亮 我们就要出发 最主要 我们要去看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象 就是有所谓的水上市场 对 那当然我们现在耳边呢 不断的去听到这个阿红 就是在那个讲述这个格兰经 所以这一代 其实他基本上多半都是伊斯兰 伊斯兰 伊斯兰 百分之九十十五多是伊斯兰 哇 是 清晨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醒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这个水上市场 我们大概从船屋到水上市场 要花多久的时间 大概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就到了 十五分钟就到了 对 这个达瑞湖的面积是二十六公里 所以各地地方他们都会发出来这个点 因为这个点是专门卖菜的 是 而且所有的菜就挺生产的 嗯 挺健壮的 然后就是那个新鲜的吧 不需要卖给人 对 从这边他们带过去大城市 然后就像一般的民众卖掉了 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把 The Man's Sauce那个职业 从这里买过去 市场卖掉 所以一般都没有过去买那个宅货店 买这个一公斤还是两公斤 是 这里只是整个他们可以买整个那个 哦 就是说有很多陆地上的人家 他们要的这些需要的一些蔬菜 蔬菜都是从这边 都是来这边买 对 所以他们也都搭船过来 我知道 我知道是挺特别的 慢慢亮咯 好 好 好 早安 你喜欢我的家吗 我卖了它的种子 它的种子 它的种子 我的种子 我的种子 好 早安 要不要来 快一杯好了 我们接近这个水箱市场 发现有一些店家 他们是自己靠过来了 那像在我这个 我的左边 好 这边是卖花的 然后会简单的中文 而且他还说他要卖花的种子 另外一边呢 太好了 因为早上正需要这个 印度奶茶 就是当地的印度奶茶 香料奶茶 麦茶 一杯是多少 30块努比 30块努比 然后他会把脚跨到我们的船上来 稍微固定就是两道船 他可以并行倒这些茶给我们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其实不仅仅就是说 你们刚刚说的蔬菜 他还卖了各式各样就是 人们会需要的东西 他有姜那个肉粿 这个味道都有 对 但他味道是稍微淡一点点 就我们喝奶茶 然后你说有肉粿 肉粿 哇 开始做生意 不知不觉 因为我都背对着 所以我不知道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来后面已经 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市场 这个区域 整个突然热闹了起来 然后手上多了一杯茶 太好了 很棒的早餐 他们两个的那个生意成功了 你看他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一旁就是 他们开始在做一些交易 对 可以注意一下 有时候有这个活动吗 因为其实人跟人之间 有一些会有交情 所以呢 说不定有一些打折啊 或怎么样 然后不被别人知道 他们就会私底下 用手势 去做一些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 那另外有趣的是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透过画面有没有发现 这水上做生意的全部都是男人 其实最主要 因为这一代多半 如同你刚刚所说的 95%以上都是一次男胶 对啊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尤其做生意交易 多半是交由男人来 对 那或许你们可以看到 有些比较传统的穆斯林 还会选择戴上一些小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在地的一种文化 那是什么 这是那个卖当地茶 叫喀娃 所有的那些坚果 肉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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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一起放的 传统的那个弄的方式是这样的 我要喝这个 我要喝这个 这是茶我非常喜欢 对 夹了好多 对啊 这些香料 然后他要挤一些柠檬 随便多少钱 100米 100米 这是盖拉提 这是盖拉提 盖拉不是盖拉提 盖拉提 盖拉提 它没有牛奶的 哇 好复杂的味道 对 你们可以试试 很好 我喜欢 基本上呢 在来到印度 要学着去 去吃 或者是用他们的香料 因为其实每一种香料 他赋予给你的 不只 只有风味而已 还有 对健康都很好 没错 对 是好东西 好 真的蛮有趣的 而且你会发觉 他们 划船技术真的很厉害 彼此之间 不会去碰撞 都保持一个 非常优雅的距离 除非我们要交易 我们才会 两船靠在一起 这两船靠绒就代表 有机会做生意 对 对 不定啊 给那个一个 嗯 一个 多少钱 给那个 五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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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把 这样五十块而已 五十块 路比 然后台币大概是几块钱 一大把 大概二十 五十块 啊 哦 薄荷非常香 这让我想到可以做摩扉头 看到这边其实有三艘船嘛 其实他们刚刚其实已经做完交易了 做完交易了 对 然后我们看到呢 有一艘船 它很特别 上面全部都是菜 它应该是买家吧 没什么买家 我看这个可能是做饭店的 或者是餐厅 餐厅 对 它卖给的也是那个大一顿的数量 是 是是是 满载而归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 明明有陆地 为什么不在陆地上交易 要在水上交易 哈哈哈 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对对对 我知道了 因为湖很大 他们要从每个地方 如果走陆地的话 他们要绕很远的地方做生意 对 所以干脆就是大家就集中在 集中 说好 我们在湖的哪个地方 哪个区块做生意 所以他们从 是面发方来 对啊 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样子 也是应该算是合理的 到了 谢谢 谢谢 哇 我们回家了 早上去 时尚市场逛了一圈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然后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 不管你有没有消费 然后有些如果 还没有生意做 他们有像老朋友一样 就会在那边聊天啊 或什么的 很棒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 我们看到的是 最在地的生活模式 也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 其实短短一个小时 就理解说 这当地人他们的日常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趣 很棒 很有人情味 然后 买了一串薄荷 回去思考一下 到底要干嘛 赞 你先 达尔湖的船屋生活令人惊艳 水上续长的日常 游湖的愜意 住宿的宁静 再再令人流连忘返 不过斯里那家可不止这些 离开达尔湖 我们往最高点前进 我们现在要去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印度教的神庙 那据说其实在这个山头上最早的庙宇超过两千年 在西岩前大概两百到三百多年间就有 我们要走大概十到十五分钟到上面 有点累 讲话之前还是要让我喘口气吧 走我们进去 刚刚进门的时候 我有敲了一下那个钟 就告诉师伯的声说 我已经来到这边了 你来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它很特别 它是印度教的神庙 叫山卡拉查雅 对 我听说过去好像在这个山头 在两千多年前 就有这个印度的神庙 在这边 公元前371年 就有 因为当时候这里许多的人口都属于印度教和国家 对 其实我对它的名字很好奇 为什么叫做山卡拉查雅 其实你们都知道印度教里面有三大神 对 其中一个是那个西瓦 师伯神 师伯神 师伯神有好几个名字 其中一个是那个山卡拉查雅 所以山卡拉查雅 阿查雅的意思是那个上师的意思 那个老师的意思 是 那像我们一走进来 这旁边橱窗里面就公封了一座 这个是什么 它就是那个圣人那个山卡拉查雅 它是把八十基拜盘这里 印度教里面有一些教派 叫那个维丹塔 维丹塔派的它是那个主持人 是是是是 所以就是自从它八十基的时候 来到这边 然后这个神庙就改名为山卡拉查雅 叫名字变成山卡拉查雅 所以印度教的神庙一般多 像那个简简的 你要往上去的那样 是 好 因为神庙不给拍 所以我们先进去去感受一下 那神庙里头啊 其实它空间并不大 然后每个人进去呢 就是从左边往右边绕一圈 绕一圈 中间呢是零嘎 大概这么高 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圆株状 旁边还有一些印度教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有 石破神的坐骑 然后那个眼睛石 对 然后有一个类似高增的 它会帮我们进行一个祈福的仪式 那个祭祀啊 就是祝福祭祀 就是在门口上会点这个 对 然后再发糖果给我们 吃了之后就表示 接收到了这个祝福 有加持的感觉 对 那其实我很喜欢印度教的这种氛围 每个都非常的虔诚 我觉得是一个从过去古老 延续到现在传统的一些仪式 一直没有去改变它 对 不断的都是保存的 对 我们刚刚我跟观众朋友分享 这个神庙它位在是一个山顶的位置 所以它绝对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指导店 我们刚刚也去绕了一圈 看到我们住的那个 船户 对 全景整个新的城市 整个达尔湖真的很漂亮 尤其因为船坐落有致 所以看过去真的是很棒 很特殊的一个景观 另外这边其实我很好奇 我就看到它有一个 S型曲线的一个河流 这是什么河 这叫Jalem Jalem河 这条河一直流下去巴基斯坦 非常漂亮 而且我觉得这个制高点真的还蛮好的 没错 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是有那种习惯 每到一个城市我们都会找制高点 然后你就会看看整个环境 全境那个城市 然后大一面就对这城市有一个基本轮廓 有一些概念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边看到这个 印度教神庙 重回一种熟悉感 因为如同你所说的嘛 95%以上都信仰穆斯林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 我们确实感受到很不一样的印度 我觉得这家工厂非常有特色喔 这边是展示他们的一些成品 但是这些成品做得非常特别 我们来到这个区域呢 就克什米尔区 那克什米尔 我们说到克什米尔 我们知道它产什么 产羊毛 所以这边的羊毛制品呢非常的有名 楼上地堂可以说是柠檬满目 那我觉得其实每个地区喔 做的图案pattern呢都不太一样 像是波斯有波斯特色 亚美尼亚有亚美尼亚特色的 而在这里呢 哇 印度特色的 尤其是当地 当地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元素 都是来自于琴纳树的树叶 那我们刚刚摸了一下像这个丝绸的 哇 摸起来这触感真的是好极了 那另外呢我也看到这个铃铛 这铃铛很特别喔 这铃铛就是它用的料 是用酱糊 所以它拿起来非常轻盈 有别于我们一般对于铃铛 用金属做的这种既定的印象 除了做地毯手工艺品之外呢 这也是纯手工制成的衣服 一个披肩 其实来到一些伊斯兰教的地方 那包括其实印度教有很多 他们都会穿这种穿透服饰 他们很喜欢这种披肩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很像是一个博物馆 艺术陈列的博物馆 比较像是艺朗 不像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 那当然来到这儿 我觉得克什米尔有很多东西值得买 那尤其它的羊毛制品 它的丝制品 肯定值得你好好地去琢磨琢磨 刚刚我们从这个展间 然后看到其实他们的手工艺真的非常的精美 那其实呢这一次来到克什米尔 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 其实它有一些枝地毯的一些文化 是源自于波斯 所以当时呢 他们在传教的过程当中 他也把这些手工艺的这些技术 传到了这个当地 这个是织布机 这位大哥他也在织布 那第二个呢 这位老先生 好 其实你会发觉 他制作东西相当的精致 上面有他自己专属的小超 只有他自己看得懂 他就会造着上面的一些颜色 配对 支出不一样的图案 这些图案呢 通常都是具有当地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元素 好 那另外呢 哇 这位也很厉害 他呢 是用刺绣的方式 那所以其实我发觉 真的眼睛一定都很好 老先生眼睛也这么很好 希望我以后年纪这么大了 眼睛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好 那我觉得看到他们这样子制作 更深信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成品 绝对不是进口的 都是出自于他们自己工厂 而且他们是最在地 这些手工艺 非常精彩 确实真的很精彩 一针一线 一钩一枝 交织出 克什米尔手工地毯 撕织品的盛名 老师傅带着年轻一辈 将记忆传承 期待这项记忆能持续生根 再创更多辉煌的历史 你说这里当地的水果有样一定要吃 对啊 特别是那些苹果 苹果 苹果 全印度有名的苹果 就是属于克什米的 所以就是这里 所以在这里就越快去 因为这里的海拔很适合种苹果 对 你们先买一颗 试看 可以买一颗的吗 可以的 好 OK 什么选 你自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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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多少 20 20 20块 可以味道吗 嗯 很清甜 它的味道不是那种 上一般我们吃到接种过的 甜度超级高的 它并不是那种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甜型的 这里是另外一种 这是它叫Golden Apple 这是绿色的 它也是当地生产的 也是当地生产的 它的种类跟这个种类不一样 其他的地方 印度也有 像那个西马尼亚山脉 香港加乡德兰沙拉附近也有 一般我们沿途有机会看到 类似比如说像苹果园吗 对有 苹果花园 有苹果花园 是 这块区就特别生产苹果那块区 我觉得这区非常特别 烟雾弥漫 然后空气中弥漫了一种食物的味道 很香 你看里面都是那个烤那个 所以我们今天晚餐就在那里解决 对啊 哇 一整区全部都是烤肉区 烤肉区没错 对 因为他们很爱烤羊肉 所以这里它不是那个专门为了游客 这是为了当地人 你看所有的乘客都是当地人 所以代表它的味道就是那个原味 对 所以在那边其实尝到的是在地的味道 对 而且在地的人他们喜欢吃 喜欢吃的 对 那一般来说这大概会营业到几点 他们晚上到九点 到九点是不是 好 它的味道不错 对 味道是不错 但是我分辨不出 它的味道是哪一种肉品 这边有卖什么肉 我们有什么选择 这里我特别推荐你们吃一个羊肉 它还有鸡肉 还有牛肉 还有牛肉 我要吃羊肉 我要吃牛肉 我要吃鸡肉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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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这边是我们座位 座位置坐吧 好 香 好 就定位了 或许看到这个盘子 我觉得有点空虚 就一个盘子 然后一根 对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们刚来这边 我觉得每一种都先尝尝味道 没错 好吃我们看待会就点什么 好 没错 好 那这个一定是鸡肉 看起来 这是鸡肉 这是牛肉 牛肉 这是羊肉 你推荐绝对要吃的 吃羊肉 这羊肉大概是什么羊 这是绵羊 就是绵羊 我以前吃过绵羊 它比较没有羊肉味 对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来尝一尝 这不是一般的那个饼 它是那个细细的 细细 叫鲁玛利肉体 先你拿一张这个饼 先拿起来 然后把 你拿那个圈 好 我先 你要先养肉 好 我先拿着 好 你这样子 整个都要 往前推 往前推 就这样子 然后往前推 推到里面 好 你要撕 一块 然后拿一块肉 好 配那些姜 这些就像洋葱 烤红花 油鹅 然后一些辣椒 就一起弄 它不会那么辣 蘸一下 然后直接吃 直接吃 好 一口 果然没有羊三味 而且我觉得它把它 那个炭烤的香味有烤出来 那另外呢 这个我第一个去尝到 其实最主要是一个辣的味道 辣的味道 对 反而是比较开胃 像那个白色那个 那个优格跟小红花 对 然后小小的洋葱 那饼会稍微去中和掉 它那个 就是咸的味道 所以这样其实搭配还蛮好吃的 没错 但我其实喜欢先吃吃看 就是它肉原来烤的 对对 这样也可以 对 它都是那个marinate 泡在那个香料里面 你看它腌肉腌得很好 对 一口咬下去 它散发出来的香味气味 都非常的浓郁 嗯 所以这里就是那个当地的那个 原味的味道 对 它不是一般的味道 一些游客观看 你看这里都是当地人来的 所以它的味道就是那个当地的味道 那当然如同你所说的 由于这一区它多半都是意识然焦 对 所以应该大部分人最喜欢吃就是羊肉 羊肉 羊肉居多 而且他们最拿手的领食 这里就是羊肉 感觉上啊 就是光是这样一串 羊肉烤羊肉 它运用的香料应该就很多种 很多种 料理的方式不一样 对 他们可以调整那个香料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来到印度 每次吃到的东西 它烹煮烹韧的这个方式 其实变化不会太多 但是厉害就厉害在它运用香料 每个地方或者是每一家店 它都有自己的秘方 当地的一个特色 对对对对对 你的肌肉你试看肌肉 好喝吗 肌肉这个跟这个味道就不太一样 其实它烤的东西它其实不会很juicy 它不会说还保留太多的一些原汁 没有 但就是因为它会比较偏干一点点 配上香料 它的香料的味道 就不会因为其他的水分过多 去改变 它要跟牛肉 牛肉 那很不一样的 对对 我每个都爱的 你看它羊肉真的没有任何羊三味 其实牛肉跟羊肉吃的时候 你吃不出来就是哪一个 如果要是盲食的话 其实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 不敢确定说它是什么肉 因为它羊的那种味道 真的在那边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也是绵羊 绵羊肉的一个特色 还有别的特别的肉 别的特别的肉 没有这三种的肉 所以它们只有卖这三种 对 有时候它们也有那个鱼 就是像这样的鱼 街边的烤肉串 算不上是山珍海味 却令人回味 北北应之旅 就从克什米尔的斯里那家开始 不论是青春寺 老城区 或是船屋 手工艺 又或是烤肉串 是不是和你想得不太一样呢 北北应还有什么不同 下一集告诉你 住在喜马拉雅山旁边 究竟什么样的感觉 早上在这边苏醒 你会发觉这里的空气通透的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 途经被评为 全球十大死亡公路的山口 我们这段走的就是烈城公路 现在我们正经历的是 最危险的一段 没错 全世界也是一种一样 好 甚至经过世界第二冷城镇 据说这里曾经测得 是零下45度 长途跋涉只为前往 媲美西藏的人间天堂 拉达克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